京畿电影创投大会创立第三年 除了黄建新、黄博、广虎当主评委外 还有哪些惊喜 2021年岁末的12月28日、30日 2021年中国京畿百花电影节 第34届中国电影京畿奖将如月而至 2021年是中国电影京畿奖创立40周年 官方信息显示 电影节开幕式 京畿奖提名者表彰仪式 京畿奖红毯及颁奖典礼等环节都将如期举行 在共赴这场光影之约前 2021年京畿电影创投大会 终极录演评审团主席揭开神秘面纱 每日经济新闻作为2021年京畿电影创投大会 官方合作媒体将全程报道关注 2019年以来 京畿电影创投大会合计征集了 两千余个完整孵化中的电影项目 秉承着权威、专业、公平、公正的选拔原则 以及全阵容制片人的领跑机制 京畿创投迅速成为电影新人追寻梦想的一大剧集地 准备开机的影片也有不少 包括《我不是水怪》、《南国物语》、《来去无恙》等16部影片正筹备开机 京畿创投带来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在申报数量上 短短一个月内 本单元便征集到多达137个项目 在同类型创投中名列前茅 在申报质量上 多个项目表现亮眼 曾入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FRST青年电影展、平遥国际电影展等各大电影节展创投 在申报题材上 涵盖剧情、家庭、爱情、青春、悬疑、喜剧、励志、动作、儿童、科幻、纪录片等多个方面 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八个项目的主创将于经济节期间齐聚经济创投主会场 面向由多位业内大咖组成的评审团进行项目终极录演 角逐评委会特别推荐制作中项目奖项